在韩国戒严令风波中 有三个工件转折点最值得关注 第一个转折点是国会 国会是韩国的最高立法机关 目前李在明领导的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占据国会的大多数席位 国会是在野党制衡 尹西岳施政的重要力量 12月3日晚 韩国总统尹西岳宣布戒严令后 朝野双方首先开始争夺国会 最终结果是大量的在野党议员 冲破阻囊进入国会 国会顺理开会 12月4日 韩国国会事务总长宣布 悬念禁止国防部职员 警察等出入国会 这意味着国会没有受到影响 韩国朝小铁大的格局也并没有改变 如果后续在野党发起 对于政府不利的提案 国会仍然可以顺利行使全力 第二个转折点 尹西岳在执政党内失去信任 在尹西岳颁布的戒严令后 他所在的执政党党首 韩东勋马上发表声明 称戒严是错误的 12月4日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 召开非公开最高委员会会议 会后国民力量党的成员向媒体透露 会议讨论了尹西岳退党等方案 随后 尹西岳的左膀右臂 办公室市长 首席秘书官等集体辞职 据韩国媒体报道 在尹西岳发布戒严令的当晚 包括韩总理在内的 很多执政党内部高层并不执行 当晚临时被通知开会 才获知戒严的决定 可见执政党内明显出现分裂 尹西岳在党内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第三个传折点是在野党向国会提交弹劾案 12月4日下午 韩国六个在野党联合提起总统弹劾案 预计6日和7日进行投票 共同民主党表示 将以内乱罪通告总统尹西岳 国防部长官金龙贤 和行政安全部长官李强民等人 根据韩国法律 如果弹劾案在韩国国会获得通过 之后将由韩国宪法法院进行最终判决 如果宪法法院裁定通过 韩国总统尹西岳就将被弹劾